那么这是我们这一课 这一本书里面所要讲的内容 下面请各位翻到第一课 Lesson 1 Going Shopping 去购物 首先我们还是跟各位介绍一些Pictures 看图识字 Practice 练习 with pictures 用图画来练习 第一个就是 我们既然去购物 大概到哪里去购物呢 第一个常去的地方 就是a supermarket 一个超级市场 叫做supermarket 这个地方就是去买吃的东西 各位要寄到 才到supermarket去 用的东西也有 当然比较少一点 第二就是a department store 一个百货公司 这里面有很多的department 百货公司的意思就是说 有这么一个store store里面 商店里面又分了很多小的department 一个department就是一个部门 那么合起来就是有很多的department 合成了一个商店 叫做百货公司 那么这是中国话这么翻的 一个部门卖一样东西 有卖衣服的 有卖皮鞋的 还有卖什么珠宝的化妆品的 珠宝也是一个department 他们化妆品又是一个department 第三是a mall 一个mall在美国是很流行的了 就是一个百货街或者商店街都可以 第四个是a drugstore a drugstore本来是药店 可是在美国各位都知道 虽然drug这个字是药 后面store是商店 可是在药店里面 美国人还卖了很多很多别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把它翻成药店 也可以翻成杂货店 不过杂货店呢 还有一个正式的说法 就是第五组 a grocery store grocery store就是一个杂货店 杂货店的老板就是前面那个字 grocer 那个y去掉 那就是杂货店的老板 a grocer 第六是a shopping center 一个购物中心 一个shopping center 那么这个shopping center呢 在现在呢 有很多都改成这个mall那个说法 mall本来是个林荫的一个大道什么的 都在那里好像摆摊子 现在不是摆摊子 是一个很大的房子里面 两排都是一些这个商店 那么这种叫做mall 现在的mall越盖越大 因为停车场需要很大的空间 第七是a salesman 一个售货员呢 叫做salesman 这是个很重要的人物 在每个商店里面 都有salesman来卖东西 在每一个这个报社里面 在每一个这个大的公司 机械公司 他们也有salesman 这些人呢 专门到外面去推销他们的产品 这些人呢 他们都叫做salesman 如果是女的话 叫做salesgirl 这些人前途不可限量哦 他们如果卖东西卖的多的话 每个月抽到的commission 那就是很可观的 第九就是a salesmanager 售货部的经理 salesmanager sales这个前面这个字 加了一个s sale本来是出售 出卖 那么加了一个s以后 好像就有个形容词的味道 那卖东西的经历 第十是这个isale isale是这个涌道走道 多半都是两排椅子 那么中间的这一排的走道 叫做isale 我们在这里画的是一个 前面一个十字架 那我们在这里说的 本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在百货公司 或者是最多的就是超级市场 超级市场不是摆了很多货架子吗 两排货架子中间有个小走道 那么大家都推着这个车子从那里走 那么这个地方叫做一个isale 各位要注意这个字 它的发音读i 后面的s不发音 再发le的声音 isale 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字呢 因为我们到超级市场去买东西 大家经常都会遭遇到一件事情 找不到这个东西在哪里 你问那里的salesman 售货员 他就会告诉你 在isale多少 isale多少 因为超级市场里面 那个中间那个小走道上面 都挂得有个牌子 这是l10 这个l10下面卖什么东西 都写的有 要告诉各位 交给各位 怎么样去百货公司 或者超级市场去买东西 买得比较方便